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对着一个黑影破口大骂 这时 脚下的凳子突然被人踢倒 小拉就这样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正在演讲的金发妹突然倒了下去 也许冥冥中有感应 金发妹感觉妹妹肯定出了事 于是带着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了妹妹家 在楼上发现了她的尸体 警方通过调查认为小拉是自杀的 也许是因为失明导致崩溃所以选择轻生 然而种种的迹象表明小拉并不是自杀 为了查明真相 金发妹来到了邻居家调查 这里住着一位老太太 她也是一位盲人 老太太告诉金发妹 她和小拉以前无话不谈 但是自从在失明中心交了一个男友后 便与自己渐渐疏远了 于是金发妹来到失明中心 正好听到了几位盲女的谈话 证实了妹妹确实有男友 而且两人经常开房 此时背后突然闪过一个黑影 金发妹追了出去 追到了一个角落 黑暗中的男人突然扣动了相机 强烈的闪光灯刺通了她的双眼晕了过去 男子也趁机逃跑了 金发妹回到了妹妹家 刚才的遭遇让她更加坚信 妹妹的死没有那么简单 她与丈夫来到了妹妹经常光顾的酒店 一个维修的老人认出了金发妹 然后告诉她 你妹妹的东西放在我这儿 是一把钥匙 并且告诉金发妹 你的妹妹确实和一个男人来过 但是一直看不见她 老人提醒金发妹 一旦惹合这种人就越来越可怕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就会出现在你的身后 为了得知真相 金发妹准备去拷贝酒店的监控录像 但是随着金发妹的势力不断下降 丈夫却越来越不安 她希望能早点了结这件事 她把金发妹留在车上 自己去调取录像 金发妹在车上等了许久 也不见丈夫回来 于是自己来到了监控室 但是监控室的人员说 确实有人来过 但是出去后 现在还没回来 就在这时 店员被切断 屋里陷入一片黑暗 放在桌子上的录像带也不见了 丈夫也失踪了 警察经过调查发现 丈夫吊死在了妹妹家 丈夫留下了一封遗书 上面写着自己出轨的妹妹 觉得对不起金发妹 羞愧自杀 背上的金发妹 眼睛彻底失明了 医生为她进行了手术 手术也很顺利 但是需要缠着绷带修复一段时间 于是金发妹回到了妹妹家 医院也派来了一名护工 照顾她的生活 护工微不至地照顾 让金发妹倍感温暖 两人还互生好感 这天晚上 金发妹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本能地摸黑逃出了房子 出门就碰见了隔壁老王 于是老王把她带回了家 并且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金发妹把她支开 趁机逃了出去 此时护工及时赶到 并将金发妹接到了自己家里 隔壁老王的女儿跟了进来 她告诉金发妹 自己亲眼目睹了护工 吊死了她的账户 还逼着她写下了遗书 金发妹来到了卫生间 冒着失明的危险 摘下了绷带 就在走出门的那一刻 竟然发现墙上 全是自己和妹妹的照片 还有那台相机 穿过走廊 女孩竟然被杀死了 此时护工走了过来 发现了金发妹拆了绷带 于是用刀试探她 金发妹于是装瞎 躲过了一劫 接着护工给她的茶里下了毒 并且催促金发妹赶紧喝茶 金发妹趁她不注意时 交换了茶杯 随后护工带着金发妹 来到一个冰箱跟前 并让她打开冰箱 里面藏着一具冰冻的尸体 她才是真正的护工 金发妹吓得后退了几步 她的装瞎还是被识破了 护工把她逼到墙角告诉她 自己是一个 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影子 在家中 她是眼盲母亲的眼睛 作为护工 她是医院中茫然的眼睛 渐渐的 她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 但是患者复明了 她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她杀了她的妹妹 慌张的金发妹 跑到了邻居老太太的家里 这时护工也赶到 没想到 她竟然是护工的母亲 老太太在背后打晕了金发妹 原来老太太是装侠 护工直接把她按倒在地 拿起一个针头 往母亲眼里注射了药物 老太太也彻底试了命 醒来后的金发妹告诉护工 自己深爱着她 趁着护工不注意时 一刀刺向了她 但是所有的窗户和门都锁上了 金发妹灵气一动 直接拔了电闸 屋子里陷入一片黑暗 但是这对金发妹没有任何影响 她已经习惯了黑暗 她趁机把护工打倒 警察也随后赶到 金发妹靠着自己 缅锐地听觉用手电四四地照着护工 绝望的护工选择了自杀 一切结束后 医生告诉金发妹自己即将失明 于是来见丈夫最后一面 却发现自己的眼角膜是丈夫捐的 原来丈夫一直深爱着她 正如丈夫说的那句 当我注射着你的眼睛时 我看到了整个宇宙 即便她看不见了 可她永远活在她的眼睛里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朱莉亚的眼睛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